主席 主席是不是有請主記長 主記長 高委員好 主記長 我們今天當然有審這個會計法 那這邊 手上也有主記處的 主記長您的報告 大概是 有關民進黨團提案 徵定會計法第九十九條之一 條文草案 你們的態度 當然只有兩頁 我今天早上七點就來 所以拿到了 我研究到現在快三個小時 實在覺得你們真的很會寫文章 看過來看過去 就是不曉得你到底贊成來反對 然後 我看得出來有特別把 國務價費另外 另外再 再提出來說明 那 整篇看 就講說 就說 行政院已經有頒定什麼規定了 然後 縱上 已經定有規定在先 所提 本草案所提各項費用已經分別 有關權責機關定有規定在案 那就是說什麼 已經有規定了 所以不用修法了 是這個意思嗎 翻過來又說 這個屬於法律專業問題 然後什麼歷經數十年辦理 法務部有提過什麼 諮商意見 什麼 對過去慣例或 歷年承襲下來 具有實質法規規範意義之行政習慣 處理事務之公務人員 應在考慮 考量維護政府形象 首長 承辦人員之信賴公益的穩定性 本租行政主動性什麼 建立政黨法律程序 到這邊還是看不懂你到底贊成來反對 好 那 然後 講到特別會說應該依個案 好 那所以 到底 您的意思是怎樣 我剛才聽你講說 尊重委員會決議 是 是不是 是 跟委員 跟高委員報告 不是 我們決議 我們慣例待會 坐在協商的時候 還是主席還會問你啊 你贊不贊成 同不同意啊 當然國民黨黨也有修正案嘛 排除國務機要費嘛 那所以 你的 到底態度是什麼 我們只好可以先問一下 你坐在協商的時候 態度是怎麼樣吧 是贊成 反對 國務機要費排除就贊成 還是怎樣 總可以先跟我們講一下吧 主席長 因為我們這篇實在看不出來 各位報告就是 報告的第二頁裡面 提到就是說 各項費用報支核銷 那因為 原來 民進黨團體那是比較早嘛 97年間提的 那當時是寫說 希望中央主席機關 應 訂定 明確作為規範 所以我們這邊 是在說明說 這幾項包括 特別費 國務機要跟 地方民貸費用之幾的 那已經有相關的規定了 這 這一段是在說明說 有相關規定的 所以不用修了 不是 就是說那個 因為本來那個條文是說 要主席機關 訂 那個作業規範 那現在這一段是在說明說 這幾項包括特別費 國務機要跟地方民意 那總是今天又有修正案出來的 已經有 今天有提案了嘛 本來民進黨團有提案嘛 那國民黨團又會提修正案嘛 那到底 你們態度怎麼樣 你怎麼要講清楚嘛 就是說 待會兒 你知道流程嘛 我們發言完 就要做下來協商嘛 對不對 就這個條文 可能就坐在這邊 主席也會坐在那邊 然後問一問行政部門的意見 那時候您到底是贊成 你會說贊成來反對嗎 是 當然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報告的第三頁我也特別講 因為這裡面所謂 呃 這個 呃 排除或不追究相關 這個 呃 民事刑事等等責任喔 那因為這個是法律專業問題 所以我們是特別把 這個法律的主管 就是那個法務部 他曾經在95年11月29號 把你這回答都沒有回答一樣嘛 你都在陳述事實嘛 是 所以我才問你說 那你們到底 你到底問的時候 你會贊成來反對嘛 對 就現在先回答嘛 就是 我現在問你呢 這個修正案 或者這樣好講啊 國民黨所提的修正案 簡單講啊 就是排除勾計要費啦 那你 你是權責單位 你會贊成來反對啊 會計法是我們權責 但是因為這涉及法律 所以我特別提到 就是說因為 我們要尊重這個法務部 那以後我們就 叫法務部來備詢就好 那叫你來幹嘛 法務部也有來啊 代表也有來 那法務部說好就好啊 是這樣子嗎 法務部代表就說 就法來看 是沒有問題 那立法院 這個等一下當會會討論 決定當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你都知道是你的權責單位 你知道有guts一點嗎 你知道可以表示一點硬件嗎 你這樣 這樣幹嘛 就什麼事都推入法務部 所以如果同意是法務部 同意不是你同意的 是這個意思嗎 是 因為這個是真的是 涉及法律專業啦 所以 我們特別 把那個 那你現在是法務部說好就好 95年 11月29號 法務部的 法律諮商意見 提出來就是 公委員這個 審查條文的參考 懶得問你這個問題 你也不敢有擔當回答 那 至少 再來的這個追加預算 是要你們提的 是不是 再來 公務員調薪 是 追加預算 公務員調薪啊 院長 會 綜合考量之後 決定之後 他會做一個宣佈 那什麼時候提 什麼時候提追加預算 院長 宣佈之後 當然我們會 謹速的來 提追加預算 一個月兩個月 你總不能等 修會再送進來吧 喔 那個假設是 宣佈7月1號 要調薪的話 那我們一定 呃 依照這個時程的話 可能 4月底 這個 編問法務部吧 要提出來 這個月底 4月底就要提出來 就是說假設宣佈要調薪 而且是從7月1號開始 實施 那一定要配合 立法院的審議的 時程 那 4月底要送過來 那剩不到兩個禮拜 那剩不到兩個禮拜 是 你們什麼時候效率有這麼快過 我看你們把 大概已經偷偷在作業了吧 不知道兩個禮拜 不知道兩個禮拜 你們就可以送過來 這麼厲害 200多億耶 200多億這麼快就可以算出 211那是全年 那假設是7月1號調薪是半數 所以就100 100幾億 對 問你 如果調3%的話 根據公務人員退休法 領月退的公務人員 一樣調3% 沒有錯吧 對 對 對 那裁員從哪裡來 對 那個裁員的部分 財政部他 會提出來 我們會編到最佳預算 送前立法院審議 不關你的事 之前吳敦義還要求說 央行銀餘要 腳褲要提高 你覺得這樣對嗎 央行 沒有 院長沒有要求 央行增加腳褲 沒有 院長沒有 沒有吧 沒有沒有 你現在把央行當營業單位 沒有沒有 院長沒有要求央行增加腳褲 好 所以講 我這邊特別問一個問題 待會我們開記者會 我們也會提出來是民進黨團的意見 我們主張一個新的0123的加薪制度 就是沒有什麼齊頭式的 沒有每個都加3% 每個都加3% 你不是要圖利馬英九 圖利吳敦義嗎 馬英九一個月16萬多 吳敦義31萬多 條3%一個月就多領1萬多 這個時候你覺得他們多領1萬多領得下去嗎 所以民進黨團主張的是 委任1到5級 加3% 建任6到9級 加2% 檢任10到14級 加1% 政務官跟特務官不加薪 你覺得這種 這個建議可行嗎 我想這個 待遇主政機關人事行政局 賴斯保衛也說不錯 賴斯保衛也說不錯 對啊 0123啊 你覺得咧 有沒有規定 沒有哪一條法律規定說 加薪就要齊頭加薪吧 就 所以一定要加吧 欸 人家日本現在還 政務官帶頭減薪呢 是 我想這個 待遇調整主政機關事人事行政局 我想 委員如果有建議 他們應該也會 通盤去考慮 你自己覺得可不可行嗎 也是 這個也是人事行政局說好就好 是不是 你都沒有意見 這是主政機關 當然也會會 會從相關機關來檢討的 還有那 加薪的時候是 本縫跟專業加級 各調一半 還是 全部都調本縫 因為這整個作業 就是人事行政局在主政 蠻不好意思 主席長 是 我再請教的是 那這個 這樣的 調整以後齁 就變成是 實際性的支出 對 那明年呢 明年 如果調新 我現在逼問你說 財源從哪裡來 你大概也講不出來 那明年呢 明年以後就變常態的 對對對 今年如果調新 明年就會納到預算裡面 對啊 因為變成員工的待遇 對啊 那錢從哪裡來 不是更嚴重 是 所以我們101年度的總預算籌編 我們會審慎的 按相關的優先緩級 來籌編 主席長 你們如果內部會議的時候 麻煩請慎重考慮一下 不要推給 那個 那個人事行政局 什麼都推給別人 那 內部法院的時候 也可以特別講說 我這個0123的制度 賴斯堡委員覺得非常有創意 我們最後決議 這個高智鵬減薪百分之五十 好 感謝 現在我們繼續請賴斯堡委員